HELLO 大家好 我是Linda 今天來講 預計下週可能更新的工會系統 雖然這個系統有很多東西可以玩 但如果只是每天掛機 純休閒的玩家 基本上看看就好 因為這除了需要各成員們認真經營以外 還需要大量的資金跟資源 在更新一出的時候 也被海版玩家冷潮一波 除非台版調低難度讓玩家好達成 但不提高難度就卸主龍恩了 我大黑局有更新交代給玩家就好 玩玩家玩不玩得起來 錢給我拿出來 那就先來講 造成工會系統未開始先崩壞的萬惡資源 工會系統中8成以上的內容 都會用到工會貨幣來付費解鎖 工會貨幣為工會共同持有 解散後則全部消失 工會貨幣的主要來源為 工會任務 宣證金幣 區域爭奪戰 如果50個會員都捐500萬 一天至少可以獲取2500個貨幣 看起來好像相當多對吧 但一個雕像製作 就要3萬個貨幣 升級製作台要10萬個貨幣 如果你想搞其他建設 就要更多的貨幣 根本比交易所還要黑心啊 等級2以上可以開啟此功能 選單中的工會功能 左下角會多一個 進入工會基地的選項 進入後若想退出可以再按左下角離開 工會內會有些常見的NPC 跟製作台 原本工會的鐵匠 有T5裝備可以製作 讓後來的改版中已取消 台版沒意外的話也是更進 工會領地內有徽章商店 會販售一些材料 服飾商人會販售運動服造型 可以透過500或750個 工會徽章購買 在領廳內也會有可以給予工會任務的NPC 能獲取工會硬幣跟徽章 等級5以上開啟此功能 角色入場最低等級為LV80 每日可使用2小時 隔日5點重置 每個禮拜一的5點會重置地圖 如果擊敗該層BOSS 可二萬獲取工會貨幣 以及家具兌換券等等 讓工會也能有自己的掉下場 但基本上就是垃圾沒什麼軟用的功能 還要升級才能掉到高級以上的魚種 請各位直接無視 而工會倉庫不該稱為倉庫 根本就是捐贈中心 跟其他遊戲可以保存 也可舉出的方式完全不同 可藉由工會貨幣擴充 會員的每日捐贈次數 像是做雕像就需要捐贈物資進來 家具除了NPC可以購買以外 也有兌換的項目 要請會長複製 會長在遊戲中就是個很忙的人 還好我不是 透過使用床跟沙發 可獲取最多2小時的休息時間經驗Buffer 雖然我不知道誰沒事會在那裡休息聊天 後面函版不可3.3有開放 能從工會副本 工會突襲的BOSS身上 取得兌換素材 來放整套家具 可以發動額外Buffer 工會雕像是最坑人的系統之一 所有製作素材 合成到完成 都需要用到工會貨幣捐贈支援 而且雕像每24小時 就需要重新保養一次 不然Buffer效果會減半 保養也需要支援 推薦可以先做雞蛇雕像 增加爭奪戰的分數後取 前提是要先升級製作台 能完成的工會應該屈指可數 等級5以上可以開啟此功能 由會長、副會長開啟工會突襲任務 每次最多30人可消耗工會貨幣 額外多開兩次 Boss為弱化版的提拉斯 需在5分鐘內入場 並於王出現後的25分鐘內完成 擊殺後會獲得排名 以及工會完成獎勵 首先官方小編發布的內容是 一週間的大戰爭 這是基於韓版BOOK2.8 發布前BETA版本的內容 後來正式的2.8版本的時間 跟獎勵都已經調整了 原本獎勵有T5材料 也能在工會製作 但後來都刪除了 個人認為原廠是不會釋放Q版本給台版啦 總之我就先以最後發布的資料做介紹 等級7以上可以開啟此功能 工會選單會多出一個區域爭奪的項目 爭奪戰申請時間為週一至週五23點59分 爭奪戰開始時間為週六的晚上9點半到11點半 於當日的24點結算並發放獎命 獲勝工會的佔領期限為 當日的24點到下週六的23點59分 首先第一格為此區佔領的工會 第二格為此區的規則 第三格為此區規則的分數獲取計算 右下角可以查看目前的得分狀況 由工會長決定這次要爭奪的地圖 參加需要6000個工會貨幣 依據不同的地圖獲取的分數也不同 參加前請先確認 參加領地爭奪戰中 不管自身有沒有開啟PVP模式 都會強制進入PVP 死亡不會有懲罰 最後結束後 依照得分前三名的工會給予獎勵 參與積分 打1萬以上也有參加獎 會長可以將得到的會賬贈 贈予給會員 這邊可以提供我參考韓版的打法 買返迴捲桌放快捷方便使用 工會集體成員到得分高的網點附近打怪 遇到危險就按返迴卷 回到安全區 戰力不夠的成員可以在安全區附近狩獵賺分 需要工會集體配合才能取勝 如果三三兩兩的出現 基本就是一直鬆頭 最終下禮拜會迎來什麼 且待黑局下週的台版發布為主 畢竟選擇性更新的事情也不是沒幹過 總之讓我們儘管即便 而且合併伺服器的時間也延期 會不會如期更新 都不知道了 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 我是冰德 我們下次見 掰掰 我們下次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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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 Hugh